- 哈啰 紫晨你好 - 妳好 大家好 我是舒子晨 - 哈啰 歡迎你們來到我的現代精緻小宅 - 紫晨我今天真的好開心可以來到你們家 - 真的嗎 - 而且因為就想說只是來看你這樣子 - 沒有啦 - 本來很漂亮耶 - 沒有 你在跳那個好不好 - 幹嘛那麼刻套啊 - 攝影師也很漂亮 - 欸 紫晨我聽說你們 - 一開始啊你買這個房子 - 是毛培屋對不對 - 對 但其實建商它有附一些簡單的裝潢 - 但是我經過一番我的深思熟慮之後 - 我覺得還是都把它退掉 - 為什麼呢 - 因為我覺得它原本附的那個格局啊 - 不太適合我現在的使用模式 - 對 因為你畢竟知道我們女生 - 女藝人衣服比較多 - 但是它原本的規劃空間沒有一個更衣室 - 所以還是大部分的一些設計巧思 - 還是有跟設計師溝通這樣子 - 對 我們家比較注重收納 - 對 所以我們有很多收納空間 - 好 那我們就來好好看一看 - 先從玄關這邊開始看起這樣 - 其實我覺得你的玄關還蠻簡潔明瞭的耶 - 對 就是鞋櫃加一個全身鏡 - 然後這邊有一個可以放東西雜物的小地方 - 嗯嗯 就是一個小空間 - 而且它的深度也還蠻深的 - 對 它是配合冰箱的寬度 - 因為這個後面其實是冰箱 - 喔 - 對 冰箱就把它砍進去 -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子晨家的客廳囉 - 嗯 - 雖然我覺得你們家是屬於這個小宅 - 可是其實進來並不會覺得很狹窄 - 而且我覺得主室覺得很漂亮 - 都是大理石的感覺 - 對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大理石的風格 - 有一種現代輕奢感的那種質感 - 有點像精品飯店這樣子 - 對 對 對 因為原本客廳沒有那麼大 - 它原本我們的客位是在這一個位置 - 喔 - 然後把它打掉往後推 - 所以客廳看起來比較寬敞 - 寬敞一點這樣子 - 那當初設計師幫你設計的時候啊 - 是全部都是用真正大理石 - 還是有用一些替代材質呢 - 這個像電視後面的背板 - 還有這個小台階是真正的大理石 - 然後其他都是假的 - 喔 就是直磚 - 但是它其實是大理石的紋路 - 對 - 那再來看一下子晨家的沙發 - 欸 你家沙發很深耶 - 對 - 是因為我有養狗狗嗎 - 讓他們這樣跑 - 因為我本人在沙發的時間 - 比在床的時間還多 - 真的嗎 - 你都睡在這邊 - 所以我選沙發的標準 - 但才抵che - 我一定不比床嚴格 - 我一定要坐著舒服 躺著舒服 - 然後可能盤腿座 - 可以盤腿座很重要 - 對 因為有時候追劇 吃零食要放在這邊 - 真的 - 好舒服喔 - 對 你可以整個往後靠 - 就可能很容易就睡著了 - 沒錯 非常舒服 - 而且它是貓抓步的 - 就是狗狗即便在它們亂抓 - 也不會破掉 - 所以是特別去定制這個沙發的 - 對 它是全手工定制的 - 然後真的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聽說啊 子晨他當初看到這間房 你是沒有在看其他間喔 你就是直接第一眼就買了 對 我覺得我的消費習慣 好像就是這樣 因為我買車啊 也是 我進去那一間品牌 然後我就看 你們有沒有怎樣怎樣怎樣的車有嗎 他說有喔 這一台很適合妳有什麼 然後開了五分鐘 回來之後然後說我要這一台 業務一定都很喜歡妳對不對 對 因為我就喜歡拖泥帶水 我進去百貨公司我也是 請問妳們有162的成高嗎 有 好那我要那一間 就這一間 好 拜拜 然後房子也是喔 請問一下妳們有這個 漂亮景觀的嗎 有 好那就這一間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妳買房 需要有一點衝動 妳越比越多越比越多 妳反而不知道妳要買哪一間 登登 這邊就是 我當初決定買這間房子的原因 當初買這邊其實是預售對不對 沒錯 哇 登登 這邊風景很好 真的耶 就河岸第一排的景觀 永遠都不會變 永久洞具這樣子 沒錯 除非他建商把房子蓋在堤房那邊 不然的話這邊是永久洞具 那另外啊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就是紫晨他們家呢 靠近客廳去有做一個 小小的輕食吧台 對 小小的水吧台 就是在這裡這個 就是可能這邊要泡一點什麼飲料啊 熱的啊 冰的都可以對不對 對 它其實是一個除下型的順熱水器 那上面這邊呢 是放很多東西 這邊是藥櫃 藥櫃 那其實也是剛好啊 就是可能一些什麼保健食品 妳要吃個藥啊 吃個維他命C 妳就可以直接喝這樣子 對 因為很常維他命C 妳可能放在別的地方 然後妳都會忘記吃 那妳只要喝水的時候 妳就可能 我先來吃個B群吃個維他命C好了 就一條龍蝠這樣 然後這邊是那個茶包類的 對 有朋友來的時候也蠻方便的 對 就是一個懶人小吧台的概念 沒錯 那紫晨你們家室內啊 大概是多少瓶 大概二十四瓶左右 二十四瓶左右 但是大家二十四瓶其實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喔 他們家的做法呢 一樣可以有一個 還蠻漂亮的開放式廚房 然後是這個半島型的廚房 對 因為我一開始就跟設計師說 雖然我們家很小 但我一定要有中島 我說中島可能沒有辦法 可能會幫妳縮小一點 我說沒問題 反正就需要有一個 突出來的地方 對 然後譬如說妳要拍攝啊 或者是妳要做一些什麼東西 都還蠻方便的 對 空間也比較大的感覺 而且我後來發現 還好我有堅持做這個 因為有時候回家 東西包裹大包小包 就直接全部放到這邊來 然後再慢慢整 整理這樣子 那另外我聽說啊 妳跟設計師有討論說 妳很喜歡做這個吊頂 當初有堅持要做這個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就很嚮往那種 時髦飯店的風格 通常的風格 因為我觀察時髦飯店 他們的可能bar啊 或什麼一定會有這個 對 所以我就跟設計師說 我一定要做這個 然後他說 訂製的這個吊頂啊 就是全台灣好像只有一家在做 真的喔 對 然後說不論是地寶還是什麼 如果要做吊頂的話 一定就是要找他們做 救了他們就對了 所以我們家也有地寶同款 但是這個它主要的功能是 除了有這個燈光啊 還有氛圍之外 它是不是還可以放置一些東西在上面 可以 可以放一些酒杯 或是妳們家有養貓咪的話 它可以變成貓咪的貓跳台 對 或是放一些可能貓罐頭之類的 之類的 然後再來就是拍照好看 就這樣 大家 他們家真的很乾淨耶 看上面什麼東西都沒有放 對 是因為妳才剛搬進來沒多久嗎 不是 因為我不喝酒 哈哈 不喝酒 然後還要做這個吊頂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是大家最期待的部分囉 就是要來看一看 女神的主臥室 呵呵呵呵呵 其實我的主臥也沒有到很小 嗯 就是 就是夢幻啊 而且做這個線板 我覺得拍照起來蠻漂亮的 它這邊設計師有幫我設計那個 嗯 一個弧形的角度 對 就是 雖然別人可能看不太到 但妳自己躺在床上看到的時候 妳就會覺得 哇 我家好夢幻的這樣子 嗯嗯嗯嗯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妳的更衣室好了 好 這裡 登登 欸 設計師真的利用得很好欸 妳看他們房間後面這邊 就有一個很完整的更衣室 是 那這個是妳跟他特別要求的嗎 就是一個說畫空間這樣子 對 就是我跟他說 嗯 因為我們工作需求 嗯 因為很常需要在家裡畫 比較精緻的妝容 嗯 那因為我以前租屋處 我都是要買那種簡易的 嗯 小化妝桌 然後就覺得喔 畫起來很不得勁這樣 很阿雜這樣子 很阿雜 然後我就定製了這一面這樣子 哦 而且這個燈打開就是真的很有那種 準備要出門工作的感覺 萬丈光芒 這個燈全部打開超亮 真的嗎 看一下看一下 可以 攝影師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超級亮 超級亮的 而且我還有一些燈泡 我沒有把它鎖緊 因為全部鎖緊真的會 太亮 所以我把一些燈泡把它轉送這樣 這一塊啊 因為現在是很多雜物的裡面 這一塊原本是我可以 寫東西 可以用筆電辦公的地方 哦 對 然後原本是沒有這一塊的 所以我強烈要求一定要有這一塊 就把它加出來這樣子 沒錯 然後設計師說 沒有看過有人這樣要求的 但是事實證明 你一定要堅持你自己的想法 習慣 因為房子是你在租 不是設計師在租 他可能會覺得這樣很奇怪 可是我就覺得 還好我有加這一塊 再來要看看你們家的主臥的廁所 好的 前進在這裡 登登登登 登登 剛剛因為有跟大家講說 紫辰他們家有無敵美景 其實廁所也一樣喔 廁所也有延續到這個景觀 而且是 只有邊間才有 只有邊間才有這麼漂亮的景 對 因為我們就是最外面嘛 這一邊這一邊的房間 而且它不是只有一面 它是兩面這樣子 而且是大面積的這樣 因為一般人可能廁所就是一個窗戶這樣子 然後你是這樣兩面 對 所以在這邊泡澡真的很舒服 哇 那這樣會不會外面會看進來啊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家有裝那個白夜床 哦 所以你洗澡的時候 可能就是先拉下來這樣 會拉下來 千萬不要忘記喔 哈哈哈哈 忘記的話會 你的粉絲會不會就在外面 就是你知道聚集 就是他很多人站在橋上 在那邊這樣 等 洗澡時間這樣 哇 希望紫辰 好 紫辰妳說妳們當初啊 買這間房子 是多少錢買下的 不到兩千 哦 不到兩千 加車位 平面車位不到兩千 哦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來到直成家啊 就是真的也可以給 現在想要買房的 第一間房的年輕人一些建議 以我這個例子的話 我是覺得 現在如果要買現成屋的話 一下子要拿出幾百萬的頭期款 可能會蠻困難的 嗯 如果要再加上家裡 沒辦法給你幫助的話 所以我覺得 預售屋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嗯 因為預售屋它可能一開始 相對要拿出來的頭期款 沒有那麼多對不對 它最大筆的 就是簽約金 簽約金可能會 快一百萬左右 嗯嗯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每一期的工程款 但也不是每一個月 嗯嗯 所以它有點像是把頭期款 拆成很多期 讓你去繳的概念 嗯 所以你壓力也不會到那麼大 那另外在裝潢上面 省預算 你有沒有一些 可以給大家做的參考 我覺得可以跟設計師 溝通你的總預算 大概是多少 然後在這預算內 你想要什麼 比如說我想要大理石 然後設計就說 那你這個預算可能不行 嗯 那我幫你找一些 長得很像大理石的東西 嗯嗯嗯 我覺得可以找替代的材質 因為有時候插個材質 但是畫完一樣 價錢就差不多 嗯 對 對